今天看见一个很有趣的故事 一位上海民员利用人性的弱点 套走几亿已经逃去美国 大家好我是顾颖琼博士 原来这个上海美女有点小钱 但是苦于生活奢侈 没有大钱可以享受 就想到了这么一个局 在上海现在有很多豪宅 卖不出去只能出租 美女先找到一个户主 在海外的房子 说自己很有钱 租房只是为了搞直播等方便 但拿到房子以及钥匙的黑盒子之后 开始把这个房子放在市场上出售 收取多家佣金之后 还认识了一个富二代 这个富二代看见美女人长得漂亮 房子还大 觉得强强联手非常合适 就把几千万订金也打给了美女 钱一到账 美女就立刻换走去了美国 留下了一地鸡毛给大家 这个故事说明很多人只看表面 不做任何检查工作 房东着急出租赚钱 富二代以为捡了大便宜 倒是中介们很开心 最后一地鸡毛 归根结底 还是贪心的问题 可是这里都会有一个讨厌я 嫌宁 贝ioso 刘